歡迎周聽新視覺聽新聞 2022年北京冬奧會之前 屢傳中共受西方國家的抵制 近日媒體報導 中共正聘請一家美國媒體公司 由該公司發動西方網紅大軍 幫助粉飾中共形象 以及2022年北京冬奧會 以下是新聞詳情 英國衛報日前報導 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 和Fidp Media簽署了一份價值30萬元的合約 Fidp Media的老闆 賈斯雅 他是新聞周刊的紮稿人 同時也是前福斯新聞 和匯豐銀行高級主管 根據合同約定 賈斯雅將協助中共展開社交媒體公司 採取方式為拼請大量西方網紅 在TikTok、Instagram和Twitch做節目 在美國人宣傳北京冬奧會和殘奧會 報導文章評論到 在2022年冬季奧會之前 中共正在求助於社交媒體具影響力者 以幫助改善其受損的形象 這份合同 在美國司法部註冊 自2021年11月起生效 自2022年3月冬季查奧會結束 根據合同文件 賈斯雅在達成交易之後 會收到中共21萬美元的預付款 合同制定了詳細的社交媒體戰略 西方網紅 將會負責為其目標受眾 製作3至5條節目 根據粉絲數量和平台活動 網紅們 會分為三個層次 宏觀影響者 中層影響者 和 社交發佈者 根據合同 中共要求將宣傳內容的70% 與文化相關 用以突出北京的歷史 文物 現代生活 和當前趨勢 宣傳內容的20% 與美中關係的合作 及任何好事相關 其餘10%的內容 則與總領事館的新聞和趨勢有關 賈斯雅告訴惠布 他的公司已經收到多達50位網紅的合作意向 當中包括前奧運會運動員和企業家 根據合同中所述 賈斯雅計劃在年輕人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上 提供340萬次對中共正面的宣傳 根據總部位於華盛頓 追蹤美國政治資金的組織 Open Secrets統計 在過去十幾年內 中共在海外媒體信息傳遞方面進行大撒幣 2020年中共在美國的支出 接近6000萬美元 2021年則為2300萬美元 去年該合同簽訂時 合逢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奧大利亞的官員 在12月宣布對奧運進行外交抵制 譴責中共侵犯人權 美國政治家對賈斯雅提出批評 譴責他和中共達成交易 本月首早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克里斯科特 自信被賈斯雅擔任雜稿人的 新聞周刊 對該部社提出要求 基於中共迫害人權的惡劣紀錄 請該部社重新考慮與賈斯雅的工作關係 中共對多國進行媒體輿論宣傳 也包括以下紀錄 美國司法部在2021年5月發表的文件顯示 中共官媒《中國日報》在時代雜誌 《洛杉基時報》 《金融時報》 和《外交政策》雜誌 花下超過160萬美元的廣告費 又花了100萬美元 令《芝加哥論壇報》 和《幼士頓記時報》 等美國報紙印刷《中國日報》的出版物 2021年10月 法國國防部下屬的 軍校戰略研究所 在一份關於中共威脅的報告中 指出中共政權的一套三管齊下的戰略方案 其中包括心理戰 輿論戰 和法律戰 這個戰略 是大外宣的一部分 主要瞄準海外華人 2021年12月 美國網絡媒體 《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 近兩年來 中共向波多馬克媒體集團旗下的 WCRW電台 支付440萬美元 播放中共官方媒體的節目 和讚揚中共的脫口售 總部位於維根尼亞州的 波多馬克媒體集團 向美國司法部提交文件 說明交易來程 文件中顯示 WCRW電台 和中宣部下屬 國際傳播規劃局之間的合約期為兩年 由2019年7月 至2021年8月 根據合約 國際傳播規劃局 可以審核WCRW的廣播節目 冰查核 而波多馬克媒體集團 要向規劃局提供有關受眾範圍 反饋 和國際組織評估的報告 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中稱 其實WCRW電台 1992年就開始播放中共國際廣播電台的節目 但是之前 並未在美國司法部註冊為愛國代理人 以上節目內容 則寫自大紀元記者 隨簡綜合報導 及大紀元專欄作家 Antonio Guzzeffel 贊文 三篇原文 加刊登於大紀元新聞網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是誰 汇文 誦 詞